原标题 刘邦在临死之际 为何要派陈平去杀死妹夫凡快 真的老糊涂的 刘邦在发迹之前 大家都知道是村中出名的混混 每天游手套钱 到处惹是生非 而凡快这个时候 还只是村子里 一个勤勤恳恳卖狗肉的屠户 做的狗肉在村子里 可以说是是十里飘香 两人相遇可想而知 就是典型的蹭吃蹭喝 刘邦总是在凡快的摊子上 白吃白喝 以至于在后来 凡快担心自己被吃破产 每次出摊子的时候 只要打听到刘邦在村子西头 他就挑着担子往西走 后来刘邦也不知是良心发现了 还是另有所图 将自己的妻子的妹妹 吕须嫁给了凡快 将凡快收作了自己的妹夫 在刘邦起义的时候 凡快可以说是刘邦一个坚实的后盾 为刘邦军队的战斗能力提升了不少 鸿门宴上大口吃肉 大声欲向于争辩的凡快 为刘邦控出了尿顿的机会 从屠夫出身的凡快 在战场上杀人的手法也毫不适合 一般在战场工程的第一攀登者都是凡快 一时之间凡快的晋级之路是步步高盛 刘邦也乐于变招法的赏赐自己的妹夫 毕竟一家人祸赏总比姓功臣要安心得多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 把自己和吕后让儿子设为太子 吕后手中的权力也进一步扩大 晚年的刘邦宠爱西夫人 并且在西夫人的枕头风之下 差点就要将性格软弱的刘盈废除 而敢立西夫人让儿子刘如意 吕后为此前后奔走 一边收整手中的权力 一边为儿子请来了 当时非常有名望 但是身居在山中的四位学者 商山四号 四位老人替刘盈站台 使得刘邦废除太子的决定有了犹豫 也因为此事凡快对七夫人的厌烦是越来越严重 每次见到七夫人都扬言要将他杀死 此时的凡快站立的立场 已经更多的是屡透 刘邦实感自己时日不多 放心不下七夫人和爱子刘如意的他 找了来自己的手下猫是陈平和周伯 要二人去 除掉凡快 并且强调二人最后要提头来见 可见 刘邦要杀凡快的决心 但是陈平二人却也内心有自己的打算 眼看刘邦就要归西 若是此时出杀凡快 相当于得罪了吕后 刘邦去世吕后掌权 二人也没有好下场 于是 二人在抓住凡快之后 没有马上处决 而是拖延时间押送凡快去长安 因此 刘邦还没有见到凡快的人头 就遗憾离世了 吕后掌权之后 凡快就成了他扫除障碍一个很好的力量 刘邦的江山极尽改头唤性易主 可见 刘邦在最后要杀凡快 不仅是为了保护自欺夫人和刘如意 更多的是要保护自己好不容易攻打下来的江山 并不是真的老糊涂到六亲不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